善变的天气 元旦到了,爸爸要带全家回南部度假。 虽然北部冬天很冷,但是南部的天气却是暖和不已。 嗯,好冷,好冷,明天好像还是很冷,而且会下雨。 真的吗?那我们明天的体育课不就又泡汤了? 哎,台北的冬天就是又冷又潮湿,衣服好像永远都晒不干。 还好有除湿漆,不然不只是物品,就连人也都快发霉了。 没办法,冬天就是要冷,才叫做冬天呢? 哇,气上局的网页上面显示说明天会有一波强烈的寒流来哦, 而且未来一周都是阴天湿冷的天气耶。 气温大约几度啊? 嗯,大约是9到15度C。 所以要注意保暖,以免感冒了。 虽然冬天的天气很潮湿,但是我宁可很冷,也不要很热的天气。 因为夏天一直流汗,全身都黏黏的,真的很不舒服耶。 今天晚上你们要先把手套围巾准备好哦。 那这次的元旦假期,我就带你们回南部享受一下冬天的阳光。 唐唐,已经上车了,你要不要先把外套脱掉呢? 嗯,可是我还是觉得好冷哦,等我觉得暖和的时候我再把它脱掉。 爸,金鱼路滑,你开车要小心一点哦,要慢一点。 除了车速放慢之外,还要保持安全的距离。 哇,起雾哦,为什么会这样,好像看不到前面的路了呢? 那,云跟雾是空气中的水蒸汽凝结之后形成的小水滴,漂浮在空中,一般来说,漂浮在离地面比较高的称为云,比较接近地面的称为雾。 而且这个路段又靠山区,现在又下大雨,所以啦,就起雾啦。 所以现在除了要把车子的大灯打开之外,还要再加开雾灯,这样前后来车才能加大车距,并且维持行车的安全。 嘿嘿,啊,终于出现阳光了。 哦,我看我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看到阳光了耶。 对呀,哦,怎么突然变热啦。 冬天的时候,南部的天气还是比北部更加温暖,而且也不会常常下雨。 所以怕冷的人,冬天可以到南部来避寒呢? 哎嘿,那不就跟候鸟一样了吗? 啊,啊,我的帽子被防吹长了。 我点到了。 休息站因为地势比较高,所以风力会比较强啊。 虽然有阳光,但是冬天的东北季风吹过来的时候啊,还是会让人感到寒风彻骨。 来快点过来享用热乎乎的供完汤喽 嗯